根据最新统计,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,确诊病例已超过160万例,死亡人数突破12万。 纽约时报今天在头版,以美国死亡人数逼近10万,无法计算的损失为题,全版刊出1000名染疫死者的复文,列出其姓名年龄和简介致哀。 文中并强调,这1000人只反映死亡人数的1%,它们不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